《陳祖行帝興安息禮拜,2017年12月21日,晚上7時半,世界殯儀館2樓永康堂舉行》 《陳祖行帝興帝》 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會在這裡開一個無障礙的門 我們很感謝神的恩典 因為當這個門開了時 將來大家就可以使用大廈的電梯 直接上到我們教會禮堂這一層 在我們開始進入這個裝修裏面 會做一個優化和裝修工程 而這些裝修工程裏面 是為了我們未來教會的發展 我們可以進入另一個階段 在這個時候很需要抵應展會 我們一起為這些事情去討稿和預備 在第一個部分 我們會在教會禮堂外面這個地方 會進行一個設計和維修工程 而這種維修工程是為了教會未來發展 能夠有安全和增值教會的地方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來到禮堂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這裡的裝修已經超過十幾年了 而且我們在這個背板那裡 而且都流水流了很久了 我們必須要處理 所以第二個部分我們需要在禮堂這裡 進行一個優化設計和維修工程 頂姐妹 在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為這兩個項目 去同心討告 同心去到成就 大家可以奉獻 在我們的葵方堂建堂發展基金 為到教會的發展未來 我們一起去建造 而最後 如果你在當中裡 你是有設計和裝修的專業 請你找我們的行政主任 彭建華弟兄 祝福大家 復興教室2018年第一季的門徒裝備課程 即將接受報名 課程有 醫治與釋放 復興之道 敬拜與讚美 人際關係與溝通 創世紀 還有小組領導 有關詳情及報名 請留意宣傳海報及單章 12月份有外主動活動 邀請大家一起參與小組聖誕活動 也將有關照片傳到報恩熱線 23日有外主動聖誕福音報道會 之後會一起出去報街音 24日也有合堂崇拜 上午11點 之後會出去報街音 歡迎大家一起參加 12月31日將會有跨年深宵的討告會 由晚上9點開始 一起回顧感恩和討告 請大家參加 一eted Malma 友喼 午11日 好棒 王 開始 王 電星 已經快成立 聖誕節二 輕二 不如買一些由敘利亞難民親手做的蕃茄送給人吧 不單只收到的人被祝福 也祝福到做這些蕃茄的人 12月10號今個星期日和下個星期日17號 在教會樓梯間可以買到了 蕃茄有不同的外型、香味和功用 再加上不同顏色的應節聖誕包裝 送給人就最好不過 之前收集了弟兄姊妹愛心捐贈的物資 還在貨櫃裡未送到黎范德 買蕃茄的收入會用在這個貨櫃的租金 確保能夠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 希望大家踴躍支持 買蕃茄聖誕版蕃茄 祝福大家 各位弟兄姊妹 教會2018年的月曆已經可以派發了 散會之後在禮堂門口的私事台可以領取 每個家庭只是取一款 踏入十二月 我們的靈修會一起看《提摩泰前後書》 做套會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早上七點鐘地下泳繞樓舉行 讓我們一起更深認識神的話語 十二月二十二號星期五是冬至 教會四點鐘關門 十二月二十三號上午教會都會休息 下午三時開放請大家留意 中文字幕志音師 感谢观看